我万万没想到几个鸡蛋能做出这么一大盘孩子喜欢吃的小零食 做法简单,香甜酥脆,孩子超级喜欢吃 首先把红薯淀粉加入清水,浸泡半小时 碗中打入4个公鸡蛋,再加入150克泡好的水淀粉 用筷子打散,搅拌均匀 锅里刷一层食用油,倒入调好的鸡蛋糊 转动锅体,弹成鸡蛋饼 然后用手对折一下,按紧 接着像视频这样,把鸡蛋糊都做成鸡蛋饼 再把烙好的鸡蛋饼切成菱形片 放入盆中,再倒入点剩下的鸡蛋液,抓拌均匀 锅中油温三成热,放入鸡蛋片 开中火,小火慢炸 炸的时候要注意,不停地搅动,让它受热均匀 炸至酥脆,捞出控油 锅中放入半勺清水,一大勺白糖 再加入半勺食用油 开小火熬上一分钟 视频方在这儿,老弟又出来露脸了 老弟每天更新一道在家简单一做的美食 就希望家人们给我点个小爱心和个免费的关注支持一下 没有您的小爱心,老弟真上不了这门 老弟在这里祝您,多争钱少生气 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这个时候把糖熬成香油色 拔丝状态,倒入鸡蛋片 然后快速翻炒均匀 倒入大盘中 然后用手把粘连的鸡蛋片分开 全部掰开晾凉 这样一道孩子超级喜欢吃的小零食就做好了 香甜酥醉 大人和孩子都喜欢吃 大人和孩子都喜欢吃的小鸡蛋片